喜盈党的十九大系列报道 砥砺奋进的五年 今天聚焦教育扶贫 扶贫先扶制 为了实现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三年脱贫攻坚 两年巩固提高的总体目标 海南省教育系统 按照全上学 全资助 上好学 促成长的要求 力促教育扶贫三大转变 全力帮扶负贫困家庭孩子 成长成才 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去年九月开学 白沙黎租资的县细水乡 中心学校学生王太康 本应升入六年级 但半年前父亲的意外去世 担心给家里增加负担 开学后他怎么也不肯再去学校 经过我们的这个帮扶以后 我心也深感 只有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 才有希望 现在他已经回到学校 而且顺利毕业 对像王太康这样的 建当立卡贫困学生 海南从多方面积极做好引导 让学生认识到 知识对消灭贫困的重要性 数智器力智效 据统计 海南在医务交易阶段 因为各种原因辍学的 共有263人 其中187人被劝返回学校 76人被送往中职学校 接受技术培训 除了身体残疾等特殊原因 没有学习能力的 其他的要全部入学 过去海南的资助资金 是从省里发到县里 县里发到学校 才由学校评出贫困学生 属于大水漫灌式的资助 如何实现精准低灌 也就是定点帮扶不落医护 困难资助不落医生的教育 精准复平目标 2016年10月 海南省教育厅 组建13个工作组 赴各市县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建当利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核查 目前已经把2017年的 新增建当利卡贫困家庭学生信息 全部核实完毕 2016年海南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建立义务教育阶段 建当利卡贫困学生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实现了免学杂费 课本费 作业本费 住宿费 补贴伙食费 校服费 学习资料费 交通费的四年四度